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分析房地产的话 基本上是用一些技术面的做分析 那尽量抓出现在目前的一些支撑点 卖压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目前在做这个工作 那另外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提供给我们客人比较多的information 那我们不太希望客人买的时候 一买了之后进入ASCO之后价格马上往下掉 那真的是非常的伤心 所以这也是需要做很多research 给买家讲很多的这些道理方面的是不是 那您都会怎么分析呢 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目前的话我们会从MLS上面 当了非常多的data下来 那进入我们的program的话 会出现大概有20多个不同的技术分析的图表 那目前比较常用的图表的话 就是说我们预期市场的卖价 跟实际成交价这两个趋势在走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在东区的话 这边帮客人做大量的分析 尤其是Chino Hill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打比方说我们在四个礼拜前 有的A9告诉我说 JCR现在房地产好得不得了 我说对不起 我们经过我们的县图看了 在7月第一周的话已经往下走了 那他们不太相信 那现在看起来确实好像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反转了 那当然我们也从去分析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2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预期的卖价呢 其实可以卖到更高 也就是说买主愿意花更多的钱 曾经到3.03% 也就是说买房他会花3.03%多的价格去买你的房子 那这个价钱是不是买家给哄抬出来呢 因为我们知道确实这段时间的房地产 真的还蛮好做的 很多是大陆游客到这边来买房子 那但他们出的价钱呢 可能远远比卖价都还要高出很多 那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些像时效性的问题 那另外就加上美国本身基本面现在利率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7月的第一个礼拜就看出来了 整个做反转 这个哄抬的结果也已经结束掉了 那我们能够提供给客人的话 大致上除了这些技术面的分析 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有一些 比方说我们居民的结构 目前的这个地区的equity怎么样 那这个以打比方来讲 equity如果越高的话 这边抗跌性也就越高 大致上我们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角度 让客人在最好的时机买到最好的房子 但是对于买家来说 那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去 就跟卖方去洽谈 比如说他这栋房子 已经可能高出很多的价钱了 原本价钱是20万 但是现在一下被轰抬出去了 已经到了25万了 那经济您要怎么帮助我 我们是这样子 那real estate agent的工作 基本上我们是忠于我们的客户 也就是说卖方的客人 他有他的agent the listing agent 他必须忠于他的卖主 我必须忠于 如果说我是买方的agent的话 我必须忠于我的买主 那这方面information 我尽量会提供给我的买方的客人 让他们比较透彻 比如说现在的inventory 已经升了三倍了 多了两倍到三倍 你先看 所以你在价格方面 他们就可以做些调整 我们不用去追杀这个价格了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每次 每平方尺的价格 现在怎么在做波动 比方我们是price cap 这怎么在走 那现在目前以什么什么价位的话 可能偏向在什么地区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客人 告诉客人很清楚 我的角色基本上就比较像是说 现在观众朋友有时候打高尔夫球 后面有个甘地 我就像甘地的角色 我也可以把那个甘子 背到第18栋 背完之后 不说一句话 也可以告诉你说 前面我建议你怎么打 怎么走 就像他们相对PGA的这些高手 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甘地 来帮你来做个指导 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的competition 目前在什么地方 特别对洛杉矶东区 和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的呢 尤其是接下来的几个月 洛杉矶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 因为我们尽量做技术分析面的话 都会锁定在某个城市 某个价格 什么样的房子 比如Single Family House Condo 他们或是土地 所以很难一言以蔽之 所以我们尽量在说 根据客人现在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或他想卖什么样的房子 什么样的价位 我们把这一区的资料完全做出来 包括就是我刚刚讲的 包括里面居民的结构 Equity 包括你现在目前所有的走势 我们预期在什么地方会有支撑点 什么地方会有卖压 你很好在什么时间点做最好的决定 OK了解 非常谢谢JC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选择一名很可靠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 将会让您买屋或者卖屋的过程当中 都更加的圆满顺利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新的广告 马上回来